周三花蓮机场 这架F16V战机编号6675单座机 一落地没多久就被偷回机棚检修 因为地面人员发现有异状 就是驾驶舱旁机身上这个痕迹 被认为像弹孔的伤痕 让机工人员吓一大跳 赶紧封锁现场通报空军司令部 而这架战机是进行天龙操演 空对空机炮射击演练 空中就像连珠炮班F16V上面的火神式20机炮 过去大多使用美制弹药 这次挂上军备局生产的国产20公里子弹 空军第一时间研判 疑似火药量装填不足 导致前一颗子弹速度较慢 加上后面子弹射速较快 直接碰撞前一颗子弹后反弹打中机身 另外子弹的品质如果有状况 以高空低压环境 也可能导致弹头提前爆裂 伤到机身 弹药评管问题连美军也发生过 今年三月一架美军F35V战机 在空中射击机炮弹药提前爆炸机身受伤 国内F5战机过去也曾经发生使用国产弹 导致战机蒙批受伤 事件发生后 国防部长邱国正立即下令 停用这批20机炮弹药一共10万颗 并且派遣军备局205厂弹药与枪械专家 前往花莲进一步调查事故真正原因 三岭秀林凯军陈阳豪台北冲火岛